一年365天 我有300多天 与车梦督时光 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 离开你 实属不得已 因为有了家 有了寄托 回到家感觉特别的温暖 妈妈 我想你 我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思念你 时刻在心底 他说儿子爸爸没什么本事 但是我在心里永远支持你 有失败才有成功 不管你走到哪儿 都要坚持下去 老公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这家庭 儿子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你给我追梦的勇气 你是我奋斗的意义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都能一起慢慢走下去 我爱你老公 我爱你 你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爸爸 儿子 谢谢你 幸福 年在一起 谢谢你来了 春节特别节目 陪您一起 过大年 我爸爸送我去大学的那一天 他把我送到了车站 他个子不到一米六 所以说他就 进去脚来 在人群中 一直在跟我规手 又老又小 一直看到我上了车 走了好远 他才回去了 我很担心他 怕他跟我们一个人调不死吧 他拼命的干活 但你的能力有限 我白天去上班打工 晚上我们就抱个 从前例里转家 所有的人家都已经关灯睡觉了 我家门口的灯还亮着 看到我爸爸他带着一个头灯 还在 在那个花生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回来了 我明天要带你去院 他就跟我生气 他就说 你回来干嘛 你在那边学习要紧 我又不要紧的 一直是一个人的 对 咱找个老范儿吧 那 这么大迅速的 就开始抓脑袋了 心里在荡漾了 在想象 儿子完全同意 举双手双脚赞成 是不是 爸爸 我爱你 你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爸爸 我儿子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突磊 至此新春佳节之际 首先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 何家欢乐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的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心理专家百叶宜 我们谢谢你来了 栏目组为大家准备了 新春特别节目 叫做幸福年在一起 陪大家一起过年 感受温暖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 万法和父亲团圆 心里一直有个结 感觉对自己的父亲 非常的亏欠 所以今年我想和父亲 一起过个团圆年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父亲顾寿祥 晚年了 恭喜大家 幸福快乐 恭喜发财 请坐 您应该年纪不大 58岁 听说你身体很不好 是吧 就是血糖糕 听说你胃也有病 对吧 腿也有病 对对 所以我觉得啊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现在还稍微能干一点 我就想 对我儿子资一点钱 儿子已经长大了 来掌声有请 今天的制线人 儿子顾兴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牛年大吉 请坐 这眼睛够小的 我觉得我眼睛就够小的了 他眼睛更小 基本上看不见 听说你是学武的是吧 今天来致歉是吧 对 就是接我爸爸来南京 跟我一块生活 每次接他过来呢 他都是不肯 要么让他心情不好 要么呢 自己就照顾不好他 他去年春天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这边 晚上我下班比较晚 我就带他到楼下 吃了一个拉面 那碗兰州拉面呢 结账的时候16块钱 他一听呢 他就跟我生气 问我为什么不带他回去 他说要自己下点面条 就着青菜吃 然后呢 第二天他就走了 去年暑假的时候 也来了一次 来了一次呢 我也没有照顾好他 因为我暑假比较忙 忙得叫学生招生 然后他在这边呢 自己一个人也没事做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然后也走了 后来我在想请他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他说自己有各种病 他在那边拖累我 麻烦我 今天我来到这边呢 就是想 通过这个舞台 能够解开我父亲的心血 让他跟我到南京一块生活 像你父亲就是传统的中国父母 我母亲走的时候 发现在那个厨房里面 发现一大堆空的那个 肯德基的盒子 有的可以装胃巾 有的可以装盐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衣橱里面 发现一大堆 他用原来的老保用品商店的手套 拆下来的纱给我女儿织的衣服 你改变不了他内心那种节省的想法 他就宁愿把自己榨干了 扣尽了 都要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说让他放开消费 穿好点吃好点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吧 对 我感觉我亲我儿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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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从小没有 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每天星期六个出去 十步那儿 什么东西呢 那你是那种 从小就很懂事的人吗 没有 小时候其实并不是懂事的 嗯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那一年呢 我的爸爸在给我二伯家 盖房子 二伯家呢 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 然后他的工资呢 可能要过个几年 才能结给我爸爸 那一年的学费呢 还有这个伙食费 就成了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商量的 说让我跟他一块去这个民政局 去申请一点救助 他准备让我跟他一块过去的时候 我就死活我都不愿意过去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怎么生在你这样一个家庭 我怎么有你这样没用的爸爸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学我不上了 那天我爸一句话都没说 他就低着头 到了自己的卧室 把门关了 把自己锁在屋里锁了一夜 但是第二天我还没有反省自己 我就顺利承担 那就辍学在家了 我说我自己可以自学 其实平时呢 根本在家就没学什么 就是天天看看电影 然后躺着睡睡觉 我爸他那几天 除了在工地上班 他还在弄油菜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 他晚上回到家 突然就跪到了我的面前 跟我说求求你好儿子 你好儿去上学 不上学没有出路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立下一个誓言 我一定要改变我的人生 你读了大学吗 诶 读了 你们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多吗 不多 所以你很骄傲啊 他是在外地上大学吗 南京 还记得送他去上大学的时候 那种心情吗 记得 我很担心他 怕他各方面被人瞧不起吧 他拼命的家里拼命的干活 但你的能力有限 我白天去沙满打工 晚上我就报上 从前列的专家啊 在外面打工都干些什么活啊 就干瓦工 瓦工怎么算钱啊 那个时候的话 只有几十块钱 五六十块 七八十块钱 一天 那是哪一年 2013年 13年 一天五六十块 那一个月也就一千多 两千不到 那钱寄多少给他呢 都给他了 自己没留点 对啊 我是都给他钱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心疼父亲的 在我爸爸送我去大学的那一天 那会儿是九月份 南京天气还是非常热的 他把我送到了车站 他个子不到一米六 所以说他就 垫起脚来在人群中 一直在跟我挥手 又老又小 一直看到我上了车 走了好远 他才回去了 我到了学校之后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 你今天在火车站附近找一个宾馆 好好睡一觉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放心吧 你不用操心 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 我到了晚上 十点多的时候 我再打电话给他 我说问他在哪儿 他是在宾馆看电视呢 但是我在电话里头 我清晴地听到 都是火车站广播的声音 他在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睡了一整夜 才回去了 到了我上大二的时候 我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在外面上大学开始 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爸 每天呢 都会把明天的天气预报 发到他手机短信上 那几天打电话呢 他就声音很不对 跟我说自己在家 现在吃饭很困难 吃不下饭 眼睛也很难受 然后总是会口干 我就一直让他 我说你先去医院看一看 他就说 我不去医院花这个钱 人人就好了 到了大概第四天的时候 我实在是特别担心 我就跟我们班主任请了假 连夜坐了高铁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呢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 当时我们村子里 大家正好是收稻子 收油菜 收花生的这个时节 整个村子里都被烟雾弥漫着 我沿着我这个家乡的路走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家都已经关灯睡觉了 就在那个屋当中隐约的看到 我家门口的灯还亮着 我走进一看 看到我爸爸他戴着一个头灯 还在 在那个花生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回来了 我明天要带你去医院 他就跟我生气 他就说你回来干嘛 你在那边学习要紧 我又不要紧的 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吃饭 他跟我讲自己 马上吃 我就跟他进了屋子里面 他就把自己煮的那个玉米粥 端了出来 那个玉米粥 那个酥味已经非常大了 还有一个铁棚里面 放着发霉的蚕豆 他就着那个蚕豆咕咚咕咚的 喝了两碗粥 喝完两碗粥之后呢 又接着去把剩下的花生给摘完了 到那天晚上他一点多 才睡觉 你就不想自己吃顿好的吗 但是还是我儿子 我儿子在想麻烦 那你这样的情况 你吃了多少年 就光吃粥和家里腌的咸菜 你吃了多少年 以前就这么样了 过来的 这个日子我就不习惯了 第二天他在我这个反复的 好说歹说下 他总算同意跟我去医院 去做个检查 我们早上去医院 刚开始是拍他这个死管 医生呢 给他拍了第一次之后呢 几个医生就在那边讨论 就说这个人可能是死到癌 然后 然后我跟我爸爸 走到外面之后 我爸爸说他要一个人走一走 我感觉自己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爸爸跟我说 他说我死了一了百了 儿子你以后怎么办 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 然后我们下午 又接着做了第二次检查 第二次检查呢 他说是这个死管炎 然后查他其他身上呢 又有这个又有各种病 首先是这个糖尿病 然后有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手脚麻木 眼睛也不好 同时还有这个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反正医生就讲 他这个身体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要抓紧吃药 因为当时他已经 因为糖尿病 本身个子又小 瘦得不到一百斤 我们回到家 我让他在家躺两天 休息休息 我说我来把这个剩下的油菜 给收完 他也不同意 就非要跟我一起弄 就在我感觉他就是 我们家的种的浓肉 就跟他的生命一样 他非常的固执 不肯听我话 然后我们把那个油菜收完之后 他又赶紧让我回来上学 让你二十三年不娶媳妇 带大孩子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我感觉 这样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其实说句实话 他这二十三年 唯一的乐趣就是儿子 是吧 对啊 就是一个念想就是 挣钱 让他不要被别人瞧不起 哎呀 这是我心里的最大用了 你上大学这几年回家看过几次 每年的国庆年都会回家 跟他一起干活 你后来怎么开启了武馆 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搞了一个手工坊 大概有二十四个平方 然后他把手工坊的前一半给我 说让我在那边搞一个跆拳道馆 然后呢我就找了九块垫子 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大学我觉得是汽车检测 那你怎么搞起来 跆拳道馆 从上高二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我们当地的武馆 也就开始接受训练 业余爱好吗 哎 我每天呢就 早上就起来去发传单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 遭到了一个学生 我除了带那个孩子呢 我自己本身我还摆地摊 冬天的时候我就在各个地铁口卖手套 还在这个幼儿园中小学里面 做这个兼职体育老师 一共是做了八份兼职 招了那个小孩之后呢 一直过了四个多月 一个孩子都没有招到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放弃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 问问他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他说儿子爸爸没什么本事 但是我在心里永远支持你 有失败才有成功 不管你走到哪儿都要坚持下去 我又坚持了下来 到了2016年6月份的时候 我遭到了第一批小孩 四个学生 在2016年的暑假结束之后呢 我们有24个学生 慢慢的我们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 我看儿子把这个五广开的越来越大 你是压力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高兴 我到16年年底的时候 我爸爸给了13万块钱给我 因为那会儿有很多人找我合作 我每次去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呢 我自己只有一个自行车 然后我爸爸跟我说 他说你现在要想做大 要想有自己的团队 你怎么样都得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 没有汽车 人家这个也不相信你有实力 你自己找对象也找不到 他就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全部积蓄 全部拿给了我 我们在17年的时候 买了一辆汽车 老顾还能挤出13万块钱啊 嗯 其实在微信 在微信里面就是太少太少了 还有存款吗现在 现在没有了 就交给我儿子了 买了车了 是吧 招了媳妇了 嗯 有孩子吗 我老婆怀孕七个月了 来介绍一下自己 这位特别来宾 大家好 我是顾兴隆的妻子 然后是爸爸的儿媳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出 你跟他是夫妻吗 眼睛都小 对 眼睛都小 我也很希望他能找一个老伴 可以陪他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到时候老伴和爸爸 都到南京来一起住 真的啊 嗯真的 家里房子够住吗 多大 够够够 我买了30的肯定够住的 谁出的钱啊 嗯我出的钱 18年的时候付了首付 今年把这个生涯的房贷都还钱了 可以啊 哎这儿子还不错 我老公很能吃苦 像比如讲我们现在 嗯 虽然道馆已经有一定规模了 但是我们还要招生 每天六七点钟就起来 开着车去招生 夏天 为了吸引小朋友啊 穿那种厚厚的玩偶 用那种玩偶服装 因为他觉得如果是其他从事穿 会比较辛苦 他都自己来 热的浑身衣服都湿透了 所有的奋斗到今天都换来了收获 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的健康和幸福 所以咱也让他 拥有一点自喜的生活 咱找个老伴吧 不找了 找个 这么呢 随手了不找了 喜欢啥样的 不想 给我儿子捡妈妈 这跟他也没关系 你找你的老伴 找一个 两个人 互相照顾 不需要了 生活里有个伴 这么年 你也已经熬过来了 到哪儿谁在想 到那时候找就晚了 你现在还六十不到 你还可以找 到哪儿 不想找了 我问你一句实话 假如儿子现在发了大财 他一年能挣个两三百万 完全没有经济压力 现在我们没有压力了 他成家了 现在我们也不亲人家 所以啊 你现在可以找老伴了 是不是 那你就打了不找 如果在没有任何 经济压力的情况下 又有一个人看上你 觉得你老是本分 可靠 两个人共同的度过晚年 有这么一个人 你要不要 我问你 你要不要老顾 小时候我没有啊 我问你你要不要 找 找哈 今年五十几 五十八 身高多少 一米五八 想找一个大概多大年龄的 跟你年龄上下浮动多少的 可以 上五十一万 个儿头跟你差不多就行 对啊 要长得漂亮吗 那 这么长时间了 就开始抓脑袋了 开始抓脑袋了 开始心里在荡漾了 在想象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找个老伴 生活还有点情调 对不对 对啊 我给你测出来了 他是想找的 他以前在你面前 总是表示着不想找 是怕影响你的生活 这事交给你了 电视机前如果有看上老姑同志的 儿子已经长大 没有牵挂 身上有一点小毛病 年龄五十八 还挺押韵的 来 有意向的 可以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安排跟老姑见下面 老姑现在在江苏的哪里 南通 南通 南通也是个很好的城市 对吧 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没有牵挂儿 儿子完全同意 举双手双脚赞成 是不是 好 可以啊 谢谢 小那么开心 我准备到我们村子里去安排他跟那些阿姨见面 帮他们联络 你这一听就不靠谱 来来来来 你站上台来 站到旁边 你坐着 他站着 你计划一下 他那个计划都不靠谱啊 我们有很多家长都很热心 可以让家长帮忙介绍一下 然后楼下的一些阿姨什么的 平常六五二的啊 可以问一问 如果有条件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测谱 就是 你们这找的都不靠谱啊 我告诉你啊 你的计划应该第一点 带老姑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这是最重要 其次 养成他现在的某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 从早中晚的三餐开始 第三才是找老伴 你让他去参加各种活动 有看上眼的 你自己观察 什么时候老姑的两眼放光了 你觉得行 你再慢慢去接触 明白明白 这些事做要做 要做的让老姑舒服 而不是让他感觉自己被强迫 被勉强 那也不行 他迟早还得逃回自己的男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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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吧 我这样说 你心里怎么样 你心里好关心 是吧 我是你儿子多好是吧 比他小 16岁 我可以叫他叔 来吧 听一下三位老师 听了这故事之后 他们的感想是什么 老姑 你知道 23年前 不是因为你穷 不是因为 你性格内向 而是因为你的前妻 她没有能力去读懂 你生命当中的美好和善良 那不是你的错 你是有能力的 你用了23年培养出这么好的儿子 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就说明你是有能力 应该被尊重 崔老姑 你也有你的能力 你的尊严 你也有你 你所应当获得的幸福 还是最后祝你们全家人未来的生活 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更多的美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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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脑海当中始终浮现出来的那个画面 就是他说 一个又老又小的父亲 在人头攒动的火车站里面 使劲地踮起脚尖来看他的那个情景 就是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最深沉和最细腻的父爱 你给予他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出来 但是就是这样的爱 去把儿子滋养成这个样子 你们俩啊 父子俩都凭着自己的双手 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就是让人值得骄傲的事情 你做了一辈子很伟大的父亲 我希望你也能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这样他心里面才不会背上那个债 如果当年你不是穷着苦着自己 把这个儿子养大 你一定会心里特别愧疚 而如今儿子长大了 如果他不能回馈你 他心里会流泪的 所以你一辈子为了他 再为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给他机会 让他多静静笑 谢谢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你们来了 你毕业了 苦日到头了 春节的日子 还原的日子 你在向他们俩学习 你看他 有一个你看 眼神里都对你儿子 充满爱的老婆 肚子里还有七个月大的娃 你要向他们学习 你要向他们学习 把自己找回来 他几乎给了你他全部 他为了让你一个从小 已经内心受到伤害的男孩 不再受到更大的伤害 他忍住 没给你找一后妈 他完全有能力给你找一后妈 他完全有能力 自私一点 吃点肉 不吃咸菜 能吃上热饭 他的生活质量 应该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你爹活着活着把自己丢了 把自己灭了 就为了让你活得好 那你也得应该努力的去奋斗 让你的孩子活得好 活得好的前提就是 你得像父亲爱自己孩子一样 爱你的孩子 今天是个牛年的约会 祝你们越来越牛 牛的标志老姑 上半场就是一个人 扛起所有生活责任 把儿子抚养成人 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 有顺事业 下半场 你得牛起来 找到自己 有一个家 然后你们两个家庭 在下一个牛年的时候 或者下一个春节的时候 能够完成一次真正的团圈 谢谢你们来了 祝牛年大吉 接下来 既然你们两人都来到了台上 这个环节就由你们两人共同参与 有什么话 直接跟老顾说 好不好 谢谢你来了 爸爸 爸爸 你用一辈子的时间 让我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 今天在这里 我要大声地告诉你 爸爸 我爱你 你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爸爸 不好意思 爸爸 爸爸 我希望你 可以放心大胆地花钱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希望你以后可以 有自己的生活 过得更加幸福一点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看看他送给父亲的礼物是什么 爸爸 爸爸 这个皮带是我给你用的 我爸爸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从来没买过一根腰带 全部都是用那个绳子跟那个铁丝 三户药 那老顾今天用的是什么 先生 今天用的是我以前自己用 我用旧的 老顾 新生活要开始了 咱也过一回 有老伴的日子 特别希望得到你结婚的消息 吃到你的喜糖 好不好 谢谢 祝你们幸福 也祝你老婆母子平安 谢谢 好 新年快乐 再见 爸爸 你用一辈子的时间 让我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 爸爸 我爱你 你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爸爸 再见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每个父母和孩子们之间 都能够实实在在的付出所有 因为人生苦短 我们不及时行乐 但最少也要对得起我们每一刻的当下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是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祝大家新年快乐 最新年快乐 第一次是确定的定性 最新型的东西